一名兩歲女童 三號跟家人外出的時候 被狗狗攻擊 造成全身有多處的傷痕 由於處罰的金額不同 縣服將會確認 狗是不是比特犬 再來開法 咬傷女童的混種犬 被屏東縣服要求戴上護套 避免再咬人 三號下午 砍頂香一名兩歲 女童跟家人外出散步時 被家犬攻擊 全身躲出傷痕 幸好女童送醫後生命真相穩定 縣服表示咬人的狗登記為混種犬 疑似趁著四主睡覺時 掙脫鐵鏈咬傷女童 將拍下照片比對是否為比特犬 再決定後續採取 女童家屬 也可提告傷害 但在調查期間 四主得將狗關在籠子裡 那如果說涉及比特犬的部分的話 那可能牠就是從三萬到十五萬 這個部分 而且這個狗是可以末路的 屏東發生家犬咬人 坊間也常見流浪犬 追逐人車 還能試動保處二月起 陸續將會追人車的流浪狗 畫上被稱為矯正器的鐵管 讓狗狗奔跑時因前腿受阻而減少追逐的次數 動保團體表示過去矯正器利用竹子塑膠等材質做成 無法旋轉容易斷裂失去作用也可能割傷狗 這次動保處使用改良後的鐵管矯正器 因容易旋轉 狗奔跑時前腿不會重複被撞擊 又能阻礙前進 雖然還是不自由 但這是矯正行為的過渡時期 不會永久佩戴 臺南也已經有一百多隻流浪狗使用 記者綜合報導